我把三千两百万的法拉利停在小区楼下 结果被物业私自当费品给卖了 续接上级 我发现法拉利不见了后直接报了警 物业经理被迫带我们去看监控 正好撞见在山监控的王二狗 看见王二狗还在监控室里麻子顿时慌了 他身后还跟着叔叔同志和我 现在他也不知道监控删除了没有 只能假装愤怒的说道 他妈的王二狗 你在干什么呢 没有我的批准 谁让你进监控室的 听到这话王二狗又先摸不着头脑了 警理 刚才不是你搭电话 让我来闪出监控的吗 难道哪个电话不是你搭的吗 随着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么的李麻子你什么意思 我法拉利是不是你动了手脚 为什么你要删除监控 我 李麻子顿时语色 这时候叔叔同志说道 先别吵了 抓紧看监控吧 现在的李麻子只能希望王二狗 已经把监控给删除了 随即他来到电脑面前 但他还是高估了王二狗的能力 很快他们卖我车的监控视频就出来了 只见画面中两人联合叫拖车 把我的法拉利给拖走了 看到这个监控后 李麻子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么久了 王二狗居然连个监控都删不掉 看完监控后 我只感觉血压蹭蹭的往上飙 这物业是真行呢 难怪我说要查看监控物业百般阻挠 原来车子是被他给卖了 于是我说道 我说你怎么一直不让我看监控呢 感情这法拉利是被你给卖掉的 你可是真行呢 私自卖我们业主的车 那物业知道现在铁证如山 只能继续狡辩道 你的法拉利都停在那里两年了 严重影响了 我们小区的形象 我们就以为是僵尸车给处理了 再说了 那车都停那么久了 估计也早就坏掉了 要不就算了吧 听到这话 我直呼离谱 你把我价值三千两百万的 法拉利恩多给 私自卖了你就想这么算了 我告诉你三千两百万的赔偿金 少一分都不行 听到三千两百万这个价格 物业经理先是一愣 随后又露出不屑的表情 说道 啥玩意 三千两百万 我看你是嘴瓢了吧 虽然他是法拉利不假 但你以为 我不知道吗 看你车这个外形 估计也是从哪里弄来的二手车 撑死 也就是几十万 听到三千两百万 不只是李麻子不相信 就连王二狗和叔叔同志 也都不敢相信 接着王二狗也跟着说道 就是就是 开闯了三千两百万 我看他就是这辈子 没见过欠张什么样子 相趁机 恶咋我没一逼 小伙子 这可不信狮子大开口 这车你确定三千多万吗 我见众人都不信 也是十分无奈的 掏出了购车的发票 以及合同递给了叔叔同志 叔叔同志看后脸色大变 这 这车还真是三千两百万 随即他又把合同递给了李麻子 李麻子不屑的接过发票 看了一眼 顿时慌了神 要知道 这可是整整三千两百万 就算赔一半 也要一千六百万 就是把自己和老婆 卖了都不够赔偿的 接着他说道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 三千多万一辆的车 在他的认知中 上百万一台的车 都是顶天了的 更何况上千万 而一旁的王二狗 也已经被这个数字 给吓傻了 三千多万 他跟着李麻子 混了十多年 也就存下来不到二十万 还得准备以后 结婚的事情 这一下子摊上 这么多钱 这辈子 怕是全完了 接着他说道 这样吧 车子我们一共 买了十万块钱 我和李格一任 分了五万 我把这五万块钱 还给你 你自己取着扯板子吧 这是就和我们无关了 是啊是啊 我也把那五万块钱 还给你 另外我再额外给你 补助五百块 这是就和我们无关了 我直接好家伙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种傻逼 我也不想和他们废话 直接朝鼠鼠同志说道 鼠鼠同志 现在我价值 三千两百万的法拉利 被他们给私自卖了 我要求他们 全额赔偿我的损失 鼠鼠同志 文言说道 好的 小兄弟 这件事情 是按金额高达三千万 如果对方不赔钱 是需要负刑事责任的 接着他对着李麻子 和王二狗说道 你们私自把刘大壮的法拉利卖了 现在你们要么就把车子 原封不动的找回来 要不就赔偿他的损失三千两百万 并且取得他的谅解 否则你们这种行为 是属于故意损坏他人财物 且数额巨大 情节恶劣 是要被定格判处 有期徒刑七年的 听到要被判刑 还是七年 李麻子彻底慌了 自己要是进去了 那老婆和孩子怎么办 想到这里 他已经顾不上自己的面子 带着哭腔 朝鼠鼠同志说道 鼠鼠同志 我不想坐牢啊 我现在就打电话 联系车上 我们把这十万块钱 推给他 让他把车还回来 我现在就打电话